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是研究本能 什么是研究本能 貌似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学术化的一个东西 不是 研究是什么呢 我们平时要想搞清楚这个现象背后的一种本质的东西 或者说它真正的里面的含义是什么 对吧等等 而这个本能的话呢 很多是来自于什么呢 是来自于来自于生物性 当然这种生物性的东西包括那种攻击性啊 破坏性啊 对不对等等 这些东西侵犯性很多是和动物的本能有关系 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怎么样 那是如果我们人类完完全全想完完全全呢 想通过自己理性的东西来彻底压制住 我们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生物的本能是很难的 所以他建议要通过法律等等相关一些东西来进行约束 当然这不是哲学课 这只是一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那么本能本身其中的这种攻击性 因为我们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前提当中说到了攻击的无意识 那么攻击它是怎么表达出来的 如何去分析它 如何去规避这种攻击无意识当中所带来的风险 研究本能就是其中就是之一 而研究本能很大程度上来讲呢 可能来自于高知群体 比如说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于什么 知识层次相对高一点的人 为什么 这个知识层次相对高一点的人 他会心中有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合理化 什么叫合理化呢 就是心言理得 比如说我不还你钱 我不还你钱 那我怎么就合理化呢 说反正你的钱也不是好道来的 对不对 这个在心理学里面叫归因嘛 是吧 反正我不还你钱 也可以 反正你钱你不是什么好道来的 我不还你钱就等于什么 杀夫妻品 你看 迅速的把自己的内疚感 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不还钱怎么 变得先里面 为什么 因为人就是这样的 人不可能永远彻底满足别人的需求 同样别人的需求 你也不可能彻底满足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尴尬和内疚 或者这种 这种 这种迁疚感呢 怎么办呢 那就要形成这样一个合理化的一个模式 对吧 自己内心才能够平衡 那么这个研究本能的话呢 他这个攻击性 事实上他怎么 他可能打着这个所谓研究这个事物的机理的这样一个目的 去破坏一个东西 小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个小娃娃 哎 这小娃娃不错 有八笔娃娃 非常漂亮 对不对 然后他眼睛可以动 你说哎呀 妈妈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特别好啊 这眼睛为什么动呢 我看一看 怎么回事 你就把眼睛挖下来了 或者是哎 为什么 为什么这只玩具狗 是吧 可以爬来爬去呢 它里面是个什么机理呢 我就把它弄开了 然后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机理 结果怎么样 就把这个玩具狗的肚子 抛开了 玩具狗就被破坏了 对吧 等等 事实上你没发现吗 它 看似你在想研究它 你那么小 你知道什么 你研究它的同时 其实就把它破坏掉了 也就是说 你打着研究的这样一个幌子 事实上在浅室当中 满足了你的破坏与攻击性 当然 我希望大家不要简单的 把我这样一个逻辑呢 随便去套 随便去套 而这样的一种东西 往往是适合于什么 去分析那些有挫折心理的人 对吧 也可能是 你没有挫折心理 或者说 你是一个心态上 真的是比较健康的人 怎么样 你可能真的就当时 就是想什么 想研究一下 就像牛顿一样 研究 这个地心引力的问题 等等 等等 但是 我现在说的什么 说的是 万一有些人有挫折心理 想分析他的问题的时候 从这个线索就能找到 小的时候 打着研究的幌子 然后就把一些东西破坏掉 其实潜意识当中 是满足了他的这样一种破坏 那他跟家庭暴力什么关系 考古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考古 对吧 万一要是淘到一个什么 淘到一个特别价值延长的东西 对吧 那可就妥了 但事实上呢 考古是怎么去界定它的价值呢 对吧 在最最开始的时候 相对比较原始的时候 没有现在这些 很多那种高科技的东西 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能通过一个考古锤 那么这个研究本能的话 就这样 如果我是想要 和一个女人结婚的话 这个女人和我结婚了 但是我心中总是在琢磨 这个女人心海底针 我要研究她 我要研究明白她 千万记住了 你研究明白了 这个是向正向发展 还是在负向发展呢 当你在家庭当中 你刻意想研究这个女人 她是不是爱你 她是不是 就是女人心海底针的时候 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 当然有多种可能 其中一种可能 你在潜意识当中 正在发育着一种什么 对她的攻击性 为什么 就是 如果你自己没有自信 你觉得这个女人是我的 就像你手里 拿着一个什么触的文物 这个东西有价值吗 敲她 敲敲敲她 对啊 敲 好 但是你还不能敲碎她 敲 然后 感觉到 似乎她的纹路啊 或者说 或者她的回声啊 还是不错的 还是有价值 那就如同什么 这个女人 我不确定 她心里是不是真正有我 我不确定 我是不是真正拥有她 你虐待到她极致的时候 这个女人 一喊一闹 一叫痛 这一刻的时候 就貌似看起来 像什么 像这个 像这个文物的回声一样 这一刻你觉得 它是有价值 它真的是属于我 然后你就放弃了什么 越是什么 越是自己对于这个女性 是否属于我自己 没有自信的男人 在潜意识当中 就具备了一种什么 具备了 至少有这样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呢 家庭暴力 但是也许一生都没被引发出来 女人如果要结婚之前 最好问一下这个男人 你觉得我属于你吗 在情感上 你觉得你非常自信的 你拥有我吗 同样一个男人也要想 当我想和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 或者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确确确确定一下 他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确定他的心是属于我的 如果你不确定 最好不要结婚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话 一个内心里对自己的爱 非常不确定 不自信的这样一个男人 万一得到这个女人 他会想 我怎么可能会得到她呢 我为什么能得到她 我为什么能得到她 反过〔母带 arguments〗 Casual Step 说明月则 fe叫 gender 占 loud 与我什么项目 参考参考 接下来 我才能've 见过 对 所说的什么 我所说的研究型的本能 这个研究本能 它背后可能是代表一种 潜意识当中一种攻击性和破坏性 但是用一种合理化的一种方式 甚至可能多少带点高知的群体特征的 这样的人有可能 有可能在不确信自己 是否真正拥有这个女人的前提之下 可能会采用家庭暴力的方式 不是针对所有人 我只是说有一种可能而已 如果你善于进行自我修通 善于进行心理的调节 可能你永远不会把那个扳机扣动 好 这就是我今天所说的研究型的本能 仅供大家参考 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在线下继续交流 好 再见